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米分享的话题是 世界兵宁 官宣重大决定 国拼突兽意外惊喜 刘国良因祸得福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目前正是国拼备战四拼赛的观景阶段 首先刘国良指导将国拼大部队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 球员留在国内继续继续备战 另外派去了七人小分队参加WTT赛事会 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年轻队员得到国际比赛干领的机会 从而将他们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然后再去冲击四拼赛的好成绩 然后就在近期 WTT赛事会方面 国拼连续暴取了大冷门 首先就是在南端的资格赛中 国拼名将周琪豪朝日一能游 确实令很多球迷感到差异 然后在随后的南双比赛中 世界冠军林高尔和周琪豪的强力组合 居然爆冷欧比山不敌日本小将 再一次爆去了超级大冷门 很多球迷也为国拼南队感到担忧 担忧因为接下来他们将会参加 备受冠军的视频赛 而且国拼的大名单已经公布 不可能做出临时的调整 除非屈性伤病情况 否则的话刘国梁不可能输了 无人无故 就放弃这些国拼的明日之心 政党球迷们感到担忧的时候 就在近期深夜的时候 WTT世界拼林突然关上了一条重大决定 那就是由于波多尼各的组合 在比赛中遭遇伤病的情况 因此他们的南双组合选择了阴伤退赛 那么国拼的南双组合 林高尔和周琪豪获得了近日正赛的资格 可以说国拼真的是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其实对于刘国梁直到赢了 也是因火得福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首先林高尔和周琪豪 其实是刘国梁手中非常重要的王牌队员 那么在本次WTT赛事会中 他们遭入到了惨败的经历之后 对于他们接下来视频赛的比赛 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那么首先从本次比赛 可以告诉这两位王牌队员 来到国际大赛 随时都有可能屈心暴冷的机会 不管你是世界冠军 还是奥人冠军 如果你在场上面拿不出足够的实力 很有可能会被 其他的不知名的小将所击败 因此经历了本次 WTT赛事会的实力之后 也让国拼的这两位王牌队员 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个比赛的重要性 在每时每刻都需要传逆一副 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否则的话可能会遭受到重创 那么另外经历了前面比赛的磨练之后 林高尔周琪豪肯定也发现了自己 在比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因此来到正赛之后 会更加激起他们的斗志 调整个人的经济状态 以及心理状态 在后面的比赛中 林高尔周琪豪肯定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 如果说在WTT赛事会中 林高尔周琪豪能够迎来全新退兵的话 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平赛中 国拼取得优秀的成价就增加了更大的罚马 因此刘国梁指导也是因祸得福 小米朋友们认为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